北戴河會議決定習近平的權力 究竟是顯示他穩固不穩固 會不會繼續做第三個任期 北戴河會議似乎已經結束了 因為第一第二把手相繼露面 習近平去了遼寧的錦州 去看遼寧戰役紀念館 回報東北解放戰爭歷史瀋陽 戰役勝利的進程 這是國共內戰時一張很重要的戰役 去考察有關共同富裕的問題 全程沒有戴口罩在戶外的行程中 講共同富裕 而李一強 去了南巡 大家知道李一強是總理負責經濟 他對於在這個動態清零形底下 中國經濟千瘡百孔相當焦慮 公共財政都含入前所未有的危機 31個省 據報導公共財政是出現赤字的 李一強去到廣東 要求廣東等四個省 完成財政上繳任務 現在就說中央 將會 財政補貼 有財力缺口的地方 但是就要廣東等四個財政大省作出貢獻 現在有很多傳聞傳出來 李一強都沒有戴口罩 旁邊的大部分的人都沒有戴口罩 圖片拍出來 除了一兩個 說這個動態清零 就證實是失敗 說習近平在北戴河會議 受挫 有很多這些傳聞的 沒辦法證實 我都不是百分之百相信 受挫都似乎沒有選舉的權力 習近平仍然 非常自信 個人自信地 個人自信地去東北 去巡視 李一強繼續說財政危機的問題 要廣東省負起責任 作出貢獻 其實李一強提出要求 綜合大陸媒體的報導 下令廣東 江蘇 浙江 山東 河南 四川 六個經濟大省 勇挑大糧發揮穩經濟的關鍵支撐作用 要找財源 其中就是中國四個沿海大省 廣東江蘇 浙江和山東 要完成財政的上繳任務 考富都難為無米吹 你上繳不到財政 怎樣補貼其他的 缺乏資源的省呢 他就說 因為中央為企業 協助企業紓困和補民生 今年將動用 萬億級的家底 補助有財力缺口的地方 政府 但要完成這筆 巨額轉移 支付 規模離不開財政大省對中央財力的正貢獻 有些網友可能馬上的回應就是 怕什麼印銀紙就可以了 當然你可以印銀紙 不過印銀紙有非常嚴重的後果就是 錢不值錢嘛 即是通脹 也會引來很大的經濟與財政的危機 所以李一強懂經濟的人 不會這麼簡單 印銀紙就可以了 這樣 這個就說明了中國的經濟那個嚴峻 而且中國經濟的嚴峻 重點是放在這個房地產 大家知道中國有很多鬼城 說了很久 而且 在山東 某些地方政府就要求 你的銀行傳傳得多 就要拿去喝茶問話 要問話約談 你這麼多錢應該買房子 這就成為網上討論的熱點 關於差事嗎 我買不買 我的投資 怎麼決定我賺回來的錢 這個房地產的問題 其實是越來越嚴峻 是成為了 中國金融 譬如某些 鄉鎮銀行也好 或者是央企銀行也好 限制提款或者 完全是不讓人拿錢 那個財政危機其實是一環扣住一環 我看到一些網媒就有一個非常荒謬 的一個情況就是 有一個幹部 在這個2022年房地產展示交易會繼續賣這些房地產 在石門縣 在湖南省的石門縣 一個幹部就是講不淡的普通話 湖南口音很重 交易會裡面 這個就是縣委的書記叫做鄧碧波 就發佈了一條影片就是這樣說的 呼籲這個幹部就帶領導幹部帶頭買樓 他發言的時候 說 我希望 在今天的會議上面 我們各位同志們 各位領導要帶頭買購房 買了一套就要買兩套 買了兩套就買三套 買了三套就買四套 他說得很順口 好像順口罵 很嚴肅的樣子 但是很肚 這些說法很肚 後面就另一個不知什麼人的幹部在偷笑 他說完之後大家就帶頭拍掌 這條片是很短的 十幾秒 你反映到這些幹部的水平 說完這番話之後 網民的回應就是 是不是不買就會有紅馬呢 然後網民亦都說 何不吃肉眉 為什麽 那麽百姓為什麽不吃肉 有些網民就諷刺官 你們不懂了 何之縣城 市裏面有一兩套 拉動來稅 這班就是優秀的父母官 最一增見血的網民就提 究竟你的錢你哪裡來的 你可不可以交代一下 有些網民分析說 沒有人買房領導就慌 害怕 領導手裏面好幾套房價跌了 很難手 領導以為所有人跟他一樣 拿到錢出來 終於看到一個善意買房 因為你惡意不買房 惡意不買房就是成為這個罪名 其實這班領導出來就在搞笑 說明他們真的害怕 真的急 不是因為他買了 而樓價跌 而急 而是確確實實 這個牽涉到 各個省市 縣市的經濟問題 因為中國的房地產已經成為了中國 經濟的黑洞 問題越來越嚴峻 我早前已經說過 有關於 這個所謂停泰潮 其實停工潮 不再還款 因為 在全國的範圍裏面有數以百計的 地盤 因為資金鏈斷裂 起不了 爛尾 於是 供樓花的國內市民 都不知道你何年何月何日 能夠入伙 我現在供 賭錢進去沒有什麼分別 就呼籲 發起 在一百多個城市 幾十萬的業主聯合起來 決定停工 拒絕為未完工的 爛尾樓 停工 無可奈何 你不上街 集體抗議 不造成群眾事件 來理不何 我就要停工 停工我都說過引起 非常 大的金融危機 錢是銀行借給房地產公司 市民買了樓花 他繼續給他 供樓才有能力繼續蓋 有能力貸 還款給銀行 所以是一環 一環火銷 現在停工 其實是令到 不單只是房地產的情況 越來越脆弱 拖累整個 整個 資金鏈拖累整個銀行 這個停工其實 是中國經濟的其中一個 黑洞 其中一個環節 其中一個環節 因為中國經濟在 這個pandemic之後 一直跌 寶七寶八的歌曲 一早就沒得唱 然後就是因為這個世界大工廠 因為國際上的 經濟的停滯 而受到很大的打擊 因為中國的自己的防疫政策的嚴厲 令到很多外資 一直循循撤走 所以那個經濟 是一個 一環扣一環的問題 特別是 聚焦在房地產 原來 中國的 經濟 增長 差不多 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 是靠這個房地產 即使 即使是沒有爛尾 即使是繼續起 很多人已經開始考慮不供樓了 我買了樓花我不供樓了 他說現在的生活 有通脹了 有些接受訪問的人是這樣說 無比艱難 沒有什麼承受每個月 按揭的月工 根本就會不下去了 有一個湖南的業主 寫給地方的官員 一封信是這麼說的 我只能鋌而走險 走向斷工的道路 煩都吃不上了 還在乎 徵訊 徵訊即是說你的creditability 即是你的credit 的信用 究竟有多少分 如果你的信用低的話 分數低的話 你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搭高鐵也搭不到 乘機票都買不到 但是他說飯都不能吃了 我告訴你 其實是這幾十年那個房地產的 泡沫 引起停工潮 那個問題是非常嚴重 集體停工可能會影響銀行 多少錢呢 是 2220億美金的按揭 大款 大家自己計算一下 究竟是多少呢 房地產是中國GDP的大概三分一的經濟活動 房地產在家庭財富的佔的比例 是七成那麼多 是成為 大多數的中國人 你知道中國人一定要有押借頭 自己買樓 好過租樓 香港人都是這樣想 就是 家庭財富的七成 這個 2020年的時候 因為房地產過熱 慢慢升上去 於是中國曾經 用這個很嚴厲的手段 打擊過度借貸 到2022年的今天 就鼓勵大家買樓 鼓勵大家借貸 因為這個問題是越來越嚴重 因為房地產 開始是 貧臨崩潰 在中國大陸開始有些人 用駱駝長子 這個小說來做一個比喻 駱駝長子的小說如果大家有看過的話 因為長子就想自己擁有自己的黃包車 人力車 所以 最後是不行的 因為泰國腐敗 又被人欺騙 所以網民就用 駱駝長子做比喻 我們千千萬萬的長子 要丟掉那些 枷鎖 讓搶我們的錢 責難我們的車人知道 長子 再不是任人宰割的 羔羊 以前 我們不供了 不供樓 經濟分析 大家會看到那個危機的存在 拒絕這個還款供樓背後一個更大的問題 就是 這幾十年來 這個膨脹的中國房地產泡沫出現 這個破裂的表現 中國當局即使 是為這個 斷裂了的資金 去填補了它 等房地產去繼續 開工 繼續完成 繼續交樓都好 這個都出現的問題就是 現在那個估值是過高的 這個其實是一個虛假的財富 太一款給它 等它繼續蓋樓 又如何呢 這個是短暫的 因為 現在 絕大部分的 賣的樓都是樓花來的 都是叫做預售的 給了一成首期 或者是多少成首期 你就開始 擁有那層樓 要開始供款 一直以來 大家都沒有什麼問題 同一個人一樣 為什麼我願意供樓花呢 因為樓花相對於現樓會便宜 我講以前 相對於現樓會便宜 要供樓花 而且你供供一下 你的樓花是在漲價 你摸就可以摸出去 可能會賺錢 完成了之後入伙 你都繼續漲價 樓價是指升不跌的 這是很多華人包括香港人 的一個myth 一個謎思 這個是過去幾十年都是如是 從來都沒有選過手 但是在中國 根據這個中國 房地產信息集團的數據 中國排名前100房地產開發商 銷售額 在2022年上半年下降了50% 而樓價 是大幅度下跌 大幅度下跌 大家要必須知道中國人是喜歡有雅遮頭 他買第一層樓 有些年輕人買第一層樓自己比不起的話 是要集合 他兩邊 即是 爸爸媽媽和愛婦外母 爸爸媽媽和老爺奶奶 四大長老的退休金 去給這個首富 原來是三成的 30% 換句話 房地產 大幅下跌的話 他損失的不單止是 這些年輕的夫婦 再加上他老人家的退休金 所以 雖然 你不還錢 是會引起 所謂你的社會 信貸的分數是下跌的 你沒有辦法賣高鐵票 沒有辦法賣火車票 你子女沒有辦法讀好的學校 不過現在不理了 當我們生存都是問題的時候 當我們感到絕望的時候 偵訊對於我們來說 這個所謂的信貸 就是一個子老虎 一個隨時可以 調到垃圾桶的枷鎖 就是一個業主寫信給領導 所以你見得到中國的領導人 一邊就是講義思形態 講這個思想鬥爭 一邊就說 不要說那麼多這些 虛無飄滅的事 錢 不夠錢 不夠錢 地方財政緊絕 快點把經濟搞上去 其實香港也會受到影響 我經常說為什麼香港 到今天突然間會放開那個 不做這個語叛行獨共存 要動態清零 的時候現在全面放開了呢 我都說過了 香港是 為中國大陸唯一 仍然可以生金彈的我 你殺了這個我 或者捏死這個我 要他窒息而死 金彈就不能拔出來 不過 中國房地產的黑洞那麼大 金融黑洞那麼大 單靠香港能夠嗎 這也是我很大的疑問 這一節暫時講到這裡 支持我PATCH 支持我心直有快的channel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幫助就要去密集中 兩個字幕 我心臨的 我心臨的 你覺得很難 我心臨的 不太平衡 我心臨的 就不太平衡 我心臨的 我心臨的 在這裡 我們 從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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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